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再继续讲一下React Transition Group 这个第三方的模块来实现一下多个元素之间的动画效果 打开之前我们写的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这个需求啊 它只能针对一个DOM元素进行动画的切换 那假设我想做多个DOM元素的动画切换该怎么做呢 首先打开我们的代码 上节课呢,我们用了CSS Transition 我先把这段代码剪切一下 放到一个没用的地方啊 我们先保存一下 好,把下面的这个CSS Transition也拿走 接着我们继续来改这段代码 Fragment里面有一个Hello 还有一个Button 好了,我要做这样一个功能 现在我数据存储不再存储一个Show 我存储一个List 默认它是一个空数据 当用户点击这个Button的时候 我往这个List里面增加一个内容 怎么写呢? Button点击的时候 我叫Handle Add Item 这么去写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定义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也要用SetState 但是我们用更加正规的方式来写这个SetState 这里面它接收一个函数 第一个参数叫做PrevState 它要Return一个对象出去 这个对象里面会有一个List 我希望它是什么呢? 它是之前的PrevList 这个List里面的所有内容 再加上一个Item 好了 所以你每一次点击这个Button的时候 你的这个数据项里面的List 就会增加一个Item这样的字符串 然后我去循环展示Item里面的内容 怎么循环展示呢? List.state.list.map 这里会有一个每一项 我们把它叫做Item 然后Return一个 可以写一个 Div Item在里面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点击Toggle 增加一下 再点击再增加 再点击再增加 没问题 控制台里面 它会有一个错误 说你的每一项循环的值 应该有一个K值 所以我们打开我们的代码 在这个Div上 我们给它加一个K等于 让它等Index吧 这里接受一个 下标参数 K值呢 先用Index 保存 再回到页面上 就没问题了 但我希望每一项展示出来的手画 它都有一个动画效果 我们该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大家打开 React Transition Group的官网 然后呢 回到官网的首页 大家可以看到 底下有一个组件 叫做Transition Group 我们点击进入 在这里呢 官网会给我们一个组件 叫做Transition Group 我们呢 在我的代码里面 引入这个组件 翻到上面 我们不仅要引入CSS Transition 还有引入一个组件 叫做Transition Group OK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我们希望啊 这个列表里的所有内容 它都有一个动画效果 所以我们在这个列表的外层 包裹一个Transition Group的标签 其实大家也能够理解 它的意思就是 这里面的一组数据 都要进行一个动画效果 所以呢 最外层 首先你要包一个Transition Group 保存回到页面 刷新啊 咱们来看 你还是没有动画效果啊 而且控制台 也不报任何的错误 它有一个 unexited 没有被写 它会出一点问题啊 但其实 如果你要使用 Transition Group 这个组件 你内部 还要再去写什么呀 还要再去把 之前我们写的代码 拿过来 大家来看 之前 我们说单个DOM元素的动画 我们用CSS Transition 那么多个DOM的动画呢 我们外层要用Transition Group 在每一个具体的DOM标签之外呢 我们还是要加一个CSS Transition 所以我把CSS Transition 再粘贴到这里 跟之前代码一样 粘贴过来一份 当你外层用Transition Group 内层用CSS Transition的时候 CSS Transition的In这个属性 就没有必要使用了 那剩下的参数 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用做任何的修改 然后保存我们的代码 回到网页上 我们刷新 点击Toggle 没有任何的问题 动画都出来了 那它会提醒一个K值的问题 这个时候K值 我们不把它写在 这个DIV标签上 我们把它写在 循环的最外层标签上 就可以了 再保存 我们再来看 Toggle 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 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讲一下 当我们在做 多个DOM元素的动画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 CSS Transition 配合着Transition Group来用 Transition Group 写在所有的DOM标签的外部 或者说写在所有的 REACT组件的外部 而CSS Transition 这个组件 写在具体的一个 REACT组件 或者元素的外部 对这一个元素 或者组件 进行动画效果的管理 这样的话 配合Transition Group 以及CSS Transition 我们就可以实现 多个元素 或者组件 切换 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了 那么实际讲到这儿呢 REACT之中 基础的一些动画 就给大家 讲解完毕了 但是如果延展到底层 来给大家讲动画 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 可以给大家讲 那么后续呢 抽空 我会给大家 录一个免费的 REACT的动画视频 希望大家呢 到时候 再来补下这块的内容 那这节课 我们就给大家 讲这么多 大家加油 我会给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